国际政治的表面跟事实往往是相反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 布林肯现在到了以色列 很多人说他接着大台雅虎 主要的新闻是希望他战时停火 就人质为先 但事实上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和他的副手 正同时在阿拉伯国家的同行讨论 以色列结束在加萨的主要军事行动 开始怎么样管理这个地方 至于讨论的具体细节 为时还过早 而布林肯在这个地区的时候还提到 他访问以色列 会见以色列的政府成员 接着就会到约旦停留 美国负责近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巴布林肯在布林肯访问之前 一直留在这个地方 讨论未来当加萨 哈马斯完全被歼灭 完全被占领之后 怎么样处理这个地方的统治权 所以美国已经在寻求阿拉伯国家 规划战后加萨之力 小米哈马斯早就已经是共事 现在所谓的人道说法都是一片谎言 ج末的 应该是在养购物上的 优优责